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今天呢是2020年的4月1号 也就是4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 那么今天虽然是第一个交易日 但是呢今天盘中三大股子并没有收红 收出所谓开门红 但是这个不影响不对后市产生影响 那么从今天的这个大盘的位置来看呢 还是处于一个弱势震荡的状态 那么从这个盘中来看的是上午冲高 下午回落 下午回落的原因呢 实际上是和外盘基本上是联动的 那么从外盘来看 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美股的这个道琴斯的股指期货 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这个合约的期货 然后是纳斯达克股指期货的这么一个走势 都是盘中呢 盘中一路走弱 是吧 那么整个从白盘来看 就是整个白天的走势来看 目前的话还是属于什么呢 走的比较弱 因为说跟他们的本身的这个现在的情况呢 是非常相关的 因为现在整个疫情呢 在这个主要的西方国家 尤其在欧美这块啊 还没有得到一个根本上的一个逆转 所以市场本身呢 它还是存在这样的一个忧虑啊 所以说股指呢 也表现出说当下一些投资者的一个信心 那从这个美国各大股指和欧洲的各大股指来看 实际上呢 是在之前啊 在这个 我们看啊 应该是在3月20号啊 3月20号那天 那3月23号啊 3月23号那天 基本上就把这个底部就探明了 那么整体的这个走势来看 目前呢 还在一个反弹结构当中啊 不刚是说欧美外盘的主要股指 连我们的A股的股指也是在反弹结构当中啊 这个我从昨天的这个直播当中啊 也告诉大家 我说目前这个位置就在反弹结构啊 只不过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反弹呢 它走得非常的磨人啊 这个磨人呢 也是 呃 走 长三天 调三天啊 这个调来调去的是吧 但是呢 我们也 看到啊 当前呢 确实也是不发热点啊 一个就是跟农业相关的这些 个股啊 跟粮食相关的 像种业啊 像什么米业啊 肉类啊 猪肉啊 人造肉啊 这两天都有一定的这个 不错的这个涨幅 那么另外呢 就是商业连锁 我们看到说 这个美国有资个股啊 我这里面我就不翻股票了啊 就是美国有资股票叫 沃尔玛啊 大家都知道沃尔玛 那沃尔玛呢 就这次呀 美国 这是 创 创出历史上的这波大股灾当中 沃尔玛就没有跌啊 没有一个像样的下跌 是一路上 一路上涨 那么到今天又创出了历史新高 啊 这是什么原因呢 大家都明白啊 这个因为这个 还是 对于消费者 对老百姓来讲呢 因为当前这个疫情呢 那确实是说 他们也要为后面啊 生活当中啊 一些必备的物资啊 做一些准备 对吧 因为这样一些引发这么一波啊 什么呢 疯狂的采购热潮啊 尤其在美国市场也一样 那沃尔玛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超市的卖家啊 那么他最近的出货量非常大 他卖的多 那么也意味着他的利润呢 收益啊 各方面也高啊 所以说沃尔玛的股价呢 已经创出了历史新高啊 这个我就提一下啊 既然说沃尔玛的这个 创出了历史新高 那我们A股当中有一个板块叫商业连锁 是吧 商业连锁 那我们看看他现在的板块指数的走势 我们看一下 商业连锁的整个整体的板块指数来看呢 目前还是一个不温不火的这么一个状态 对吧 整体上还是什么 还是一个区间的一个震荡波动啊 震荡波动的这么一个走势 那我们看一下啊 那么这两天呢 如果说短线再有回踩 下方可能说补一下小的缺口 然后这个位置我认为 商业连锁很多的一些个股啊 就跟生活用品息息相关的 这样一些个股我认为 接下来可以说作为大家的一个认真的啊 或者是一个 比较作为一个重点的这么一个参照啊 投资上的参照啊 这是我的一点小建议啊 具体哪只个股我就不说了啊 这里面不方便啊 在这里面跟大家说透啊 因为公开课嘛 公开课就是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机会的方向啊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今天的这个大盘的位置啊 那我们利用价格通道给大家再看一下啊 这属于什么呢 今天属于 若是反弹两天之后 今天又属于回踩 但是今天呢 一号啊 今天没有把3月30号的那个最低点破掉啊 那么后续可能是这样的一种走势 大家看一下啊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今天的股指呢 是 辅置了哪天的走势呢 今天和这个这一天啊 就是 呃 这一天应该是在文块啊 这一天哪天啊 3月23号 前面是3月19号啊 那么 之前的是3月30号 大家可以看看啊 就是这个形态呢 它可以是什么呢 可以复制的啊 就是3月19号的这个单针的探底的这个小形态 小星线 它可以对应3月4 呃 3月23号啊 3月 呃 这个地方是3月19号啊 3月 呃 我看一下这个这个时间点 3月19号啊 3月19号 那么这个地方是3月29号 是吧 这两个呢 是实际上有非常大的一个雷同的特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是24号 这是呃 这是23号啊 这个是23号 我们用另外一个颜色来代替 看这个位置啊 3月23号 对应呢 可以对应我们4月1号的这个低点啊 那么这两个可以对应起来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什么呢 目前这个最近三天的一个形态跟之前的啊 之前的坐底的那三天的形态非常相似 说这个位置呢 是处于什么呢 处于先啊 先拉伸啊 先拉伸 再回落 然后这个地方 先拉伸 再回落 尽管拉伸的幅度不大 但是盘中也有拉伸啊 那么再回落 呃 我认为啊 到今天为止啊 今天的这个小阴线 很可能啊 是围绕着下方的 价格通道 下方第二个轨道 就是2750这个位置 做一个再向下的一个右空 可能是啊 应该可能是 我我认为是应该是最后一踩的概率非常大啊 所以说我认为后续还是延续什么呢 延续一个正当上行 甚至是换挡 换挡啊 加速反弹的阶段啊 从也就是从今天的低点 或者是明天的盘中的低点开始啊 就是一个换挡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接下来的操作 我们就要注意了啊 就说骨子目前啊 从这个地方起稳之后 是吧 目前不管是量能 还是当前所出的点位 都是一个恰当的 应该是一个再次低息的位置 那我们看到今天实际上有很多的个股啊 百块指数 盘中看的话是跌无可跌 对吧 今天的涨停还是三十几家 但是呢 也有补跌的啊 补跌的这种跌停板有十几十几家 那我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是基本面出现问题的啊 都是一季报要么就是大幅亏损 要不就年报大幅亏损 然后股价还在上面啊 那肯定会有补跌啊 这个不用想啊 一般来讲就说你这个股价走高了 但是你的年报呢 突然告诉你说 跟原来预想的差的太远啊 那这样的话就实际上跟市场的预期就离得太远了 这样的话一般来讲很容易就跌停啊 所以说目前的操作不是说任何一只股票值得都值得你去买啊 所以现在能买哪些股票 我之前跟大家讲 就是新基建里边的这些自由股现在调下来的 对吧 年报上涨的 甚至一季报的预披露 业绩也在上涨的 那这样的一些个股呢 我们就可以去 现在就可以分低去吸纳 尤其呢 今天我们还看到盘中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就是科技板块又再度复活了 大家看看啊 今天的这个板块指数的涨幅榜 排名第一是谁呢 消费电子 第二智能电视 然后无线耳机 无线穿戴 淡化甲 是吧 这是用在这个节能电池上的啊 然后什么智能家居 超清视频 下方苹果概念 小米OLED等等啊 我们看一下 今天这个机会是不是都来了 有大面积的翻红个股 对吧 所以你看很多的个股 现在实际上呢 已经是调到位啊 当然了就是刚才我说 什么选股啊 在于你自己 去选那些基本面 比较不错的 就看一看净利润的 同比增长率啊 究竟如何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选一家啊 比如说海尔自家 是吧 海尔自家 我在这里面举个例子啊 举个例子 我们看一下这个 目前呢 他这个 他这个业绩啊 就去年 我们看到是在 三月份 三季度是同比是增长的 在我们看一下 他最近的一个 最近的一个 这个什么啊 这个业绩还没有爆出来 只是有部分券商呢 给的是买入评级啊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看啊 找一些这个 确实是年报 大涨的 对吧 那我们看看啊 随便找一支啊 随便找一支 现在很多还没有出来 大部分呢 我看了一下 今天有一些呢 是 确实出现业绩的下滑 我们我们看看 有没有就是 上年同期增长的 比如说这支票 安居宝啊 安居宝 你看的话 比如说这么个例子啊 就下方告诉你说 预计2019年1月到12月份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是吧 比上年同期变动幅度 增加的是多少呢 它是 百分之一点 呃 134到百分之 164啊 也就是说 它的净利润呢 是比上年同期呢 增加1.3到1.6倍 对吧 那说明基本面 还是不错的啊 要找这样的票 是吧 那调下来的 是吧 啊 这就举个例子啊 就举个例子啊 当然说 说这支票 不是说建议大家非要买啊 我是举个例子啊 呃 就说这里边呢 我们现在找股票啊 一定要找这个业绩同比 比如说 现在有的出一季报的 那么就看一季报 是吧 一季报 是不是比 呃 上季度 是吧 要有所增加 或者是2019年年报 陆陆陆续续 那么现在都出来了 是不是比18年 有大幅的增长啊 最好是能增长30%到50啊 这是最好不过了 呃 而且呢 还有一个就是要求呢 股价一定要是调下来的啊 这样一些个股啊 那么直到今天为止啊 我就建议大家呢 还是啊 我原先的观点不变 我们的A股啊 整体来讲 从股子来讲啊 从呃 大盘来讲 还是创业板子 还是其他的主要的股子来看 现在仍然在反弹周期当中啊 仍然在反弹周期当中 这一点不容置疑啊 那么接下来我认为 它是一个什么呢 可能会换挡啊 就是若是修整完成之后 后续就是向上换挡加速啊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好了 今天的这个投资观点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收听 收看我的节目 好 再见